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 梦谁一抱着我 静静相拥着沉默 梦谁一看着我 一句若等就足够了 梦谁一相信我 如果时间没有了你 爱情 就失去 所有的意 梦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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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去休假了 副主任的活主任让我先见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这情况 也不适合她当的主任了 您有什么吩咐 您几般说的 说定啊 小飞 你也回来上班吧 那我去跟主任商商量 看怎么办办工作 好 好 那个我们得去资料室拿资料了 对 那赶紧吧 这帮人真是的 咱俩不就最近在网上红了点吗 我来不当怪物一来都跑 王旭东 您看看您那唇文 都赶上那九十岁老头了 当初你亲吻你的时候 可不嫌弃啊 爱着呢 真不提那天那事了 我要去接我的女儿了 那个 这个片子就放在这儿 晚上回来我再修 好吧 好嘞 好嘞 你就不能允许变偶尔反击错误 是吧 我告诉你 那天我就是因为太激动太兴奋了 一时没控制住 不过我现在知道 就算我再想起来 可是如果旁边只有一只大嘴巴轻发 我也得忍着 免得做了自己后悔的事情 你就是太不诚实了 你旁边明明做了一个王子 你偷着乐体板下去之后 不想负责愣是把王子说成青蛙 可是 无论你怎么诋毁王子 你明明不要我的光芳 你告诉你啊 别把网页说了 说我是背景男神 他们都看着了 所以你的照片 那都是在我的衬托和陪认之下 才出来的 是是是啊 王许东 没有你我不行 我网络红人的名画 还不是因为你嘛 可不是嘛 你看看啊 自从有了我 你坐拥美妆店 江山如画 网络时尚圈 都是你天下了 没事拍拍美照 真是骗骗钱 还有我这美男子在这儿 想听酒气 想玩就稳大了 烦死了 烦死了 张狗和美妊子 你怎么把这住我自己 你就是抵挡不住我的魅力 夏姨 承认吧 我在你心中 就是有不可撼动的位置 是 我现在做梦都梦得你 都正在跟我说 吴嘉宜 你欠了我 你欠了我 人家杀人不过头领地 欠就欠了呗 你要我赔多少你说呀 不多 记住 我来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们一分钟 我们一起联系 这好 这好 非常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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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服务 不是 服务员 完全没有服务员 喂 小华 红酒出事了 是因为周南那边吗 你别急 你慢慢说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单独去找她 你等我 我现在去找你 拜拜 小华姐这边有事的话 你都先去吧 咱俩一起去 我们路上边走边去 我试试了所有东西 除了所有东西 那些东西都是反对的 我们有个性的一种 能够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 滴货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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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有所謂的,秘书 不是有所謂的,是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商品很新的,女的娃娃 我心想有所謂的商品 我們選擇你作為夥伴 在商品的商品 商品的商品 因為你告訴我 您有很多经济的经济经济 您的热爱给水瓶 我评论了 但是我们的经济经济 是很重要的 没有错误 但是现在 现在 水瓶水瓶 都在市场 这是我们真正的灵状 因为水瓶水瓶 你是小华姐被周南打的骗体鳞伤 对 当时是我陪她去的医院 医生说她身体上的伤 都可以构成形式犯罪 而且还反复叮嘱我们要报警 她怎么能容忍周南这样对她呢 她说她是为了他们家的生意 文叔叔应该和周南 有利益上的合作 而且外姐也有传闻 说是文氏企业在有一段时间 他们海外的热钱资金链断了 估计就是那段时间 周南给他们的企业注入了资金 所以就是为了解决资金 这就是所谓的商业联姻是吗 这种商业联姻 我以前也只是听说过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现在有人真的这么干 小华姐真是太傻了 她怎么能为了所谓的家族利益 连自己的幸福都不顾了呢 她嫁给一个自己完全不爱的人 人品也靠不住的人 她真的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嫁给我 嫁给一个你深爱的人 嫁给一个人品靠得住的人 长得也不错 又有才华 说哪儿去了你 可是周南这样对她是家庭暴力了 她怎么能忍得了呢 她就是一直在逃避现实 估计也是为他们家的生意 在维系这些事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 我只是希望咱们俩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产生误了 小华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你也知道 她在这个时候跟谁都不说 只求助我 所以我必须帮她 我知道 当然了 你真是个善良的婚女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优点 不 优点之一 你别看着我了 好好开车吧 周南 你别想躲事 你把我爸坑惨了 瑞士红酒查出来是劣质红酒 灌装的 现在斯密德先生要告我们 让我们赔偿 文氏酒业的生育 都让你给损坏了 周南 你缺不缺德 拿假酒骗我们 你说谁缺德呢 你让我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你爸都把我坑成什么样了 你还给我装无故 我们出去说 就让公司发过 你给我站住 来 就在这里说 你刚才不是挺有理的吗 骂我什么来着 现在老实了 不是这么吓人吗 你就是个魔鬼 你害我不够还害我爸 现在还要来害整个文氏企业 我害你 是谁害谁呀 你背地里面和程家阳 不清不楚的 你坑我 你爸也坑我 如果不是看上我的资金 你爸会把你嫁给我 你说好了一个人 注资三千万块公司的 原来是杀手坑自己女婿啊 我等了多少时间了 我催过多少次了 你爸就是不肯出这笔钱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爸和我合开公司 就是因为自己的资金面断了 想拿着我们的钱弄去做假 造利好消息 就算资金遇到困难 你也不应该拿烈酒充好酒啊 文氏酒业是知名品牌 建一个品牌太难了 可毁掉一个品牌太容易了 你们品牌毁了你的教案 我周南被你们毁了 我找谁去 你爸如果再不拿出这笔钱来 他就想眼睁睁睁看着 我那些钱全部赔光 我周南可是白手起家 挣钱全靠我自己 我不能破产 这个红酒生意 我已经把全部的身家 全部投进去了 必须要做下去 就像机器已经运转起来 每个齿轮必须滚动 现在从瑞士哄运红酒 没有钱怎么办 超市的合同为你签了 我不得扑货吗 用一点虐质的红酒 它怎么了 就是因为你爸 没有打点私女的 人家才这么较真的 你跟你爸说说啊 拿出点钱打点一下就没事了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现在已经出现了 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 你以为 跟人吃个饭送点钱 这事就能解决吗 你以前生意都怎么做的 全靠骗吗 对啊 小生意小骗 大生意大骗 你爸骗我 我骗骗些会者怎么了 我又没拿有毒的酒 我就是用一些低端的红酒而已 是啊 算我周南倒霉被发现了 如果没被发现的话 什么事都没有 那不能出了问题 你们都找我的茬啊 赚钱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 还想和我离婚 离婚协议上想和我分得一干二净啊 你想得美 我真是没法跟你说了 我真不知道你受什么样的教育长大的 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人 你给我站住 终于说真心话了是吧 不想嫁给我 你想嫁给谁啊 程嘉阳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这么清楚 我发过誓的我不想打你 可你一次次地出发我的底线 之前怎么跟我说的 我是因为你才相信你爸的 你在婚礼上说话要永远爱我的 你这个骗子 放 放开我 你们站住 你敢站 你这个骗子 你不珍惜 你冷冰冰的样子 害得我想打你 害得我想出去找温暖 是你嫁妒了我们的爱情 你们还怪我拿红酒骗你们 你们骗我的时候呢 早就攀算好的跟我离婚了是吧 还他妈的转移财产 你这边可怜巴巴的爱我个打 你跟律师都请好了是吧 好呀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打你打得更痛快了 你有病 你才有 我都是被你逼的 你们家人早就想好了是吧 用空壳公司跟我合作骗我的钱 你对我家庭很暴力 逼得我拿你 逼得我只能和你离婚 你和你爸都设计好了是不是 好呀 好啊 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只能打你 只能往死里打你 我过来 你一天 放开 你一天吧 放开 你给我站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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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先生 朱先生 干吗 朱先生 朱先生 快把门打开啊 朱先生把门反锁了 打不开啊 朱先生 朱先生 人家干吗 怎么办啊 救命啊 快去把保安叫来 柔南 快帮忙 把门打开 来 你自己刷 你开门 快点 你别想跑啊 还打开你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不怕死者又来了是吗 这是我老婆 我超过先生 加油 军冲动 加油 是你们打架 为什么呢 警察同志 我们就是夫妻间的 普通争吵 他这情绪一激动吧 他就自己往墙上撞 我是拦了 没拦住 你看他的身上和脸上 这是撞墙弄的吗 小华 这个人没有人性 不用顾及他 把经过告诉警察 别怕 我们都在 这关你们两个什么事啊 程嘉阳 我问你 你到底和温小华什么关系啊 怎么他一受伤 你就受不了啊 他是我老婆 他还是你老婆呀 你们两个要没什么事的话 鬼开信的 程嘉阳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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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下 还这么嚣张 你的情绪稳定点了吧 那你先说吧 小华 小华 你上哪儿了啊 爸 你怎么回事啊你 爸 别跟他说了 小华不怕啊 爸爸来了还怕什么呀 咱们出去 我问他怎么回事 叔叔 小佳阿姨来了啊 谢谢 谢谢啊 什么不说了啊 什么也别说了 好 不说 走了 你扶 你扶他一下啊 走 程嘉阳 要不 你先说一点吧 程嘉阳怎么了 你跟警察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 看到那个人 打他的妻子 你过去帮忙 程嘉阳 既然已经报了警 就应该把事情的原委 告诉我 配合我们作品 否则 就是助长他们这种家暴 程嘉阳 怎么了 你了解刚才的情况 你了解刚才的情况 要不你先说一下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 我们都听到房间里面 小华在尖叫 周南在对他施暴 误会了误会了 警察同志误会了啊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了啊 这是个意外 文小华摔倒的 不算行事攻击 就是 事情已经解决了 新说警察同志了啊 小华 小华 你为什么不说 你明明是被他打的 是啊 这位女士 如果你受了伤害 不报警的话 你将会失去 作为一个公民 保护自身安全的权利 你们是不是私下 达成什么利益协议啊 这是违法的 你的伤害鉴定 已经是轻伤二级 你完全可以告他 刑事伤害 对不起 我们不过提出 刑事伤害的 这只是个意外 只是个意外 小华 你说啊 说什么呀 不是 你这孩子 不是跟警察说清楚 已经解决了吗 你女儿被他打成这样了 你是当爸的吗 小华 你说呀 乔菲 谢谢你 警察同志 真的是个意外 我是不小心 从楼上摔下来了 小华 教育 确认交费 好了 不说了 这是别人的事情 不说了 菲菲 别这么固执 我固执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未来之处 他都被打成这样 他为什么不说呢 主要是周南参与 投资了他们的文氏企业 而且现在他们一起 做的红酒又出了问题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们不能有任何损失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为了生意就要牺牲 自己的人身安全 你先听我说 现在是他们家生意 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准备把自己公司的股份 卖给上市公司 如果现在一旦有 负面消息传出去 那会影响他们的收购价格 这可是几千万 或者商议的生意 几千万商议怎么了 那就能把人活活打死吗 钱比人还重要 不是钱比人还重要 问题是现在人已经被打伤了 他们不想再影响生意 这是从大局在考虑 怎么就从大局考虑了 你为什么要用钱 去衡量人的价值呢 我 我发现 咱俩有的时候 价值观真的存在 很严重的差异 不是 没那么严重 怎么就成了价值观 好笑吗 好笑吗 我不笑 我不笑 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 但是问题是 这不是我们的家事 这是他们的家事 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 他们该怎么处理 你好端端端怎么又把火扯上了 因为你的想法跟他们是一样的 刚才在上面 你还拦着我不让我说呢 有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理解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在不同的世界 我跟你的世界格格不入 你知道吗 菲菲 别这么说好吗 你这么说我心里很难受 可是是我的真实想法 你的世界让我觉得很冰冷 好了 好了 不冰冷 有什么冰冷的 菲菲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丫头 我也知道你都是出于好心 看见她被打伤了 心里很难受 我明白 你 你一样说的我都明白 你不明白 我怎么想 你不明白 行了 行 你让我自己敬一敬 你别 你别跟着我 你别跟着这事 喂 吴佳怡 你在哪儿 我在家呢 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吧 你声音怎么不对啊 程嘉阳又欺负你了 没事 先跟面再说吧 那行吧 你赶紧过来吧 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啊 玩悲情 玩伟大 您倒是也像点啊 这前脚刚跟人说完分手 后脚就跟人游瑞士去了 然后还照那么一大堆照片存在手机里 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能分得了吗 我是想要跟他分手的呀 可是他对我太好了 他什么都替我想到了 就算我们俩遇到再多困难 他也没有动摇过 你说他要是有一点不好 我跟他分手还轻松一点 可我现在一看到他我心都化了 心都化了 您是雪糕啊 你要是真放不下他 你就把你生病的事跟他说呀 不行 我都瞒了这么久了 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我宁可他误会我 虽然我根本无法想象 我生命里要没有他 我该怎么办 没有程佳阳 你只会比有的更惨 虽然说你现在也是越来越惨 好 所以啊 我一定要跟他分开 这样我才能无牵无挂地去做手术 就算醒不来我也无所谓了 就只有程佳阳是你唯一的牵挂是吧 那我是你什么人哪 你是我的外挂祖宗 我有事都得找你啊 你看我得好好跟你说说了 你说我要是不在的话 你千万别这么不着死溜了行吗 你好好拍戏你不红也别疯 人家徐东对你真的挺好的 你别不相信爱情 你干吗呀在这儿脱孤啊 还别不相信爱情呢 就都跟你跟程佳阳这样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离开你 什么逻辑啊 我就是因为爱他 所以我才希望他好好的 就算没有我 他也能好好的去生活 我最好就像那个一阵风 从他生命里面吹过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就最好了 你离开他 他能想吹走一阵风 那是仙条的一层皮吧 疼死他 所以啊 最好的就是现在赶快跟他分开 分手 让他伤透了心 他到时候就不会疼了 反正你就是铁定得跟他分手呗 你这就是不作不死知道吗 我可能会死的呀 我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行了行了你看我这嘴 不是但我是真为了你这病着急 我恨不得生这病的人是我 反正我脑子本来就不够用 你说这以前当演员的时候吧 抬刺抬刺背不住 现在好不容易 由于自己的美妆店了 我账还不会算 全是王旭东帮我弄的 你干吗呀你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才安慰我的 你照自己干吗呀 不是我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 你说你人这么好 为什么就会得这样的病呢 怎么了你 你不安慰我吗 你自己哭什么呀 菲菲你知道吗 我多希望这一切它不是真的 又或者说就像我电视剧的剧情 演的那样 你说我最好的朋友 她得了这样的病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菲菲 我早知道你这么激动 我也跟你绝交了 不许 我都已经知道 你得这样的病了 反正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跟你绝交的 喂 徐东 有话快说 行吧 我问问他 徐东打过来的 他跟程佳阳在一起呢 程佳阳一准猜到你就在我这儿 所以问咱俩要不要 明天跟他俩一起吃火锅 我估计吧 程佳阳是想跟你和好 你一定要跟他分手吗 去 我一定要跟他分手 来 喝一点啊 你一定要带酒吗 你一定要带酒吗 你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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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不瞧 你俩说句话呀 你看这锅都沸腾 你俩冷得算什么呀 要不试个温度来了 咱俩来个热闻 你够了 你又怎么了 咱们俩不是他们俩朋友是吗 撮合 撮合呀 撮合也得分时间啊 你看看他现在这样 硬帮帮的 怎么搓呀 搓到一起去吧 捏过小皮捏嘛 得等他们软了才好捏呢 现在做什么做 搓你让啊 佳洋 是男人吧 是男人说句话呀 要帮你朋友了 这好女人哪 就得赖汗子馋 快像我这样 馋上沐家银银银铲交杯 去啊 手拿个正经点 交杯 别生气了 咱俩喝好杯 你 算我错了 什么叫算你错了 那就是你错了 小飞啊 这恰不得做就行了 你看我这兄弟 这颜值 这身板 你要是不要这男朋友 我就带回家了啊 想吃什么 我给你下 加洋我认真地想过了 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跟你说过 说什么都可以 不能说分手 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让我也对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想了很多 我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我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有什么差异 Souls 你和 Los 不就是文晓华的事吗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正义感 但我跟你说过 那是人家的家事 咱们作为他的朋友 不能替他做决定 而且我觉得 我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合情合理 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 你没有错错的是我 我就不应该来到你的世界 真的你不觉得 我们两个不管从性格也好 价值观也好 世界观也好 我们根本就 就是两类人 我们之间存在那么大的差异 你不觉得吗 巧飞 这么小一点事 你要上升到世界观 价值观 有必要吗 两个不同的人一定是有差异的 但要是心在一起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你总是觉得爱情能解决一些 但是我觉得不行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不理解我的想法 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我不理解 你说出来 或者是你觉得 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说出来 能说出来的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了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不舒服 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怎么会幸福呢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就在昨天我们还说过永远不说分手的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但分手不是闹着玩的 随随便便说分手会伤感情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 心会凉的 这就是我们的差异 我认真地跟你想了很多 我们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才来跟你说分手 但你是觉得我在闹着玩 我们连这样最简单的沟通 都做不到吗 我再跟你沟通啊 我再很积极地跟你沟通啊 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家是如何如何了 你是不是又觉得我家是如何如何了 佳阳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种优越感是从哪儿来的 我现在跟你说分手就是 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你了 不是什么为你好 我就是想要跟你说分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行 行 别说了 别说了 吃饭 吃饭 你们吃吧 我先走了 再上赶 蹬鼻子上脸色就 走 不管你跟不跟我分手 我都要送你回家 我只是送你回家 我不会烦你 走 你等一会儿 你等一会儿 我有话跟你说 你说好不烦我的 这不是烦你 我要把这个事情 今天说清楚 咱俩以前说过 我不能请你说分手 就算说了也要和好 我不想跟你和好 那就更要谈了 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我不想查得播目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 我找个开飞厅什么的 你跟我来吧 咱们俩都冷静一点 都先别有情绪好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你突然之间死乎 要跟我分手呢 我只想知道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咱们不是第一天认识的 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那你觉得你有多了解我 那你觉得你有多了解我 我没有事瞒着你 我就是想跟你分手 那如果我不同意 所以我之前说过很多次 我们根本就交流不了 你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不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我觉得你自己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那我这样跟你说吧 程佳阳 我对你没感觉了 我想跟你分手 真的吗 这就是你真实的想法吗 你不爱我了 你不爱我了 对 我对你没感觉 嘉阳离开的背影 让我一下子觉得很冷 像是掉到冰窖里 虽然心里已经做好了 一百个准备 可是真的要失去嘉阳 我还是追心般难过 这种难过 预先准备过一千次也没用 到那一刻 还是痛彻心扉 好了 一遍 五危 谁呢 办公室门所还没有修好 我好害怕 报警啊 小怀警 不能报警 绝对不能报警 那怎么办啊 你帮我去找一下佳阳 或者找个男的来就行 快啊 乔薇 出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需要帮忙 需要 你现在得帮我个忙 你跟我一起走 好 小队 你说待会儿我要打架 那个人有好理想 他有能打的过去 你先管吧 你把这车吧 小花姐 你怎么样 周南 周南呢 他已经走了 你人没事就好 你人没事就好 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他今天来就是找一份文件 把这儿翻得乱七八糟的 闻老师 没事了 小花姐 别害怕了 我扶你到那边喝一杯水 没事 我扶你 我扶你 你都知道 我扶你 我扶你 你不想 你这儿 我扶你 你这儿 你怎么跟着你 说我 我扶你 你 你 我扶你 你 我扶你 你别担心了 我让徐东帮着找佳阳了 佳阳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谢谢你啊 舅飞 舅飞 你来一下呗 你过去一下 好着 不好意思 我一直忙着陪文老师 没事 文老师怎么样了 没事 今天的事情你别 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文老师没事就行 那我先走了 好 周南人呢 他已经走了 他这次没有伤害我 是我自己害怕 你是刚受了刺激才会这样 不用怕 我们都在这儿呢 是啊 小姐 董事长已经警告过邹先生 他不敢乱来的 走吧 我们送你回去 我 佳阳 要不你送我回去吧 你送小华姐回去吧 我自己打车走 你跟我一起先送小华回去 不用了 我再送你 不用顺路 我先走了小华姐 不好意思啊 佳阳 但只有你陪着我 我才能安心一点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送车 走 好 好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十二点之前打五百万到我的账户 五百万 绝对不可能 那我没什么好谈 你就等晚上消息吧 等一下 我们有话好商量 你也知道我们公司资金链断了 现在账户都被冻结了 我没办法调动资金啊 那我不管 你给我一点时间 三天 三天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把所有的钱都打给你 要不我现在账户有五万 我先把这钱打给你 五万块钱 你打发叫花子呢 你们有些人了不起 三天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比如假久的消息 铸天盖地 你们文氏集团 应该经受不起这种打击 应该会倒闭吧 喂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是在中华中 您说的都对 文氏九页现在已经没有钱打给我了 看来这次报价性的新闻 只能卖给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笠画 爱像奔跑的蝗牛 黄油油 被囊里预备的温柔 精心保留 在拥挤人群里等候 频频挥手 直到你出现才罢休 离开我的界限 你是我的终点 未来多少冒险不后退 永远不算远 爱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 一步步追着你走 有时是朋友有时想对手 有时害怕爱得不够 慢慢的爱情 慢慢的享受 再追上你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